获得美国众议院通过的生物安全法案 加速厂商去中化 也为台厂带来绝佳机会 生物产业协会更号召厂商合组大联盟 希望增加国际能见度 尤其对已经在美国建制生产基地的业者 更是大赢家 就业者分享看好未来三到五年 会迎来明显的转单效应 美中贸易战打得火热 不止在晶片科技业严格围堵 最近更将战火延伸转移到生计业 美国众议院通过生物安全法案 点名中国五家生计公司 不可取得联邦政府合约 加速去中化 这也为台厂带来供应链大洗牌的绝佳机会 就有业者透露 因为生物安全法的关系 已经有潜在客户上门讨论合作机会 我们在美国的布局 其实在早期在2018年就开始 所以目前会比较会接到的 可能就是新的一些案子 那我们预估这个转单的事情 应该会在三到五年明显转变 这时候会看到陆续客户在询问 那大单可能会在陆续一些合约到齐之后 才会转过来 厂在政策通过前 保瑞今年跟一口气并购 美国百年制邀公司 以及吴俊征绩厂 成为台湾在美国本土供应链 布局最完整的公司 并看好后续转单效应 除此之外 台宝将在美国凤凰城建置生产基地 扩大征战美国市场 蟹胞治疗股的永生 在美国加州已具备完整营运据点 以及商化生产GMP厂的建制 台湾生物医药制造 则与美国任力公司 启动战略合作 美国其实的确一直是我们非常重视的一个市场 因为它的价格很低 运用它的这样子的一个低价的这样的一个策略 那它可以尝试到一些的市场 因为这个BioSecure的考虑之后呢 增加了我们TPMC 可以去win这些其他的 就是win这些过去跟中国有合作关系 或者是它的客户的一个机会 认为去中化政策引来国际关注 不过最终还是要靠实力取胜 看好这波机会 生物产业协会也号召厂商合组大联盟 骑手抢单卡位 要增加台场的国际能见度 记者唐家一科三台北传播导